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旺文微博 我是Cherry 当地时间11月18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 新加坡博力大学当公布对东亚所前所长郑永年 被控菲利案的调查结果 该校声明 郑永年的性骚扰指控虽无证据证明属实 但他在工作会议上未经同意拥抱东亚所女职员 其行为在专业环境下不合适 违反了该校职员行为守则 根据该校规定 对当事人予以书面警告处分 记录在案 并已通知郑永年本人 当地媒体此前披露 新加坡警方在去年9月13日接获报案 一名57岁的男子涉嫌在2018年5月30日 对一名女子性骚扰 这名字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职员的女子 后来透过推特证实 郑永年涉嫌骚扰她及其他女职员 郑永年曾于今年8月出席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在北京主持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言 也因此被外界视为习近平的智囊之一 据悉 时常公开阐述习近平经济政策 美中关系及东亚局势的郑永年 已在今年9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并受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教授及民喻院长 近日 一名年轻女游客在中山古镇水边拍照期间落水 自收徒人发出了惊呼无人施救 数秒后 一名年长的外国男士立即拖鞋跳入水中 游向女游客将她拖出水面救回 此时 岸边有人抛下救生圈 协助两人返回岸边 由于失救及时 女游客上岸后很快恢复知觉 没有答案 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16日证实 救人的外国长者为总领事爱丽森 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新闻官段新语透露 爱丽森救人后 获当地村民热心照顾并送上热咖啡给其取纳 又为她张罗干衣服替换 爱丽森对此表示感谢 爱丽森表示 事发突然 自己对落水救人并不感到害怕 唯一担心的是 未能及时救回玉腻女孩 爱丽森曾在中国工作及生活了9年 10月初赴重庆准备就职 于上周六完成相关程序后 独自到中山谷镇游玩 周二正式上任英驻重庆总领事 据30年土木工程经验的爱丽森曾经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 去年获得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的年龄组冠军 为此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7日于旅行记者会上回应了爱丽森救人事件 照形容 这是一件好事 其见义勇为的举动值得赞扬 自己也要给对方点个大大的赞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发表谈话 他在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在发展时说 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一张蓝图会到底 一查接着一查看 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市会责人民 随后 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喉舌媒体 都将一江清水会责人民这句话做成标题 如新华社通稿题为 习近平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市会责人民 人民日报的标题则为 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一江清水会责人民 但有网友发现 这一标题涵盖了江泽民字 令人产生联想 观察家认为 以严厉的言论审查文明的中共官媒 不可能错过这种网友都能发现的藏头文 主管意识形态党宣的王沪宁 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值得关注 王沪宁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头衔外 还担任中南海首席智囊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直长达18年 历任三朝 不过10月间 中共19届五中全会 中央政策研究室分拐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江金全扶正 取代王沪宁成为习的首席智囊 时评分析 王沪宁打造包装了习思想 习近平一方面试图摆脱王沪宁的阴影 不愿外界因王沪宁代表 就将习时代等同于王沪宁时代 但另一方面 习本人及周边人又确实水准不够 无法脱离王沪宁的控制 今年9月 在港股挂牌的农夫山权上市不到两个月 董事长钟闪闪 以二度扣门中国首付 17日 港股农夫山权股价最高标志 港币44.72元 再创新高 涨8.54% 总市值超过5000亿港元 收盘股价港币44.2元 市值达港币市值4970.94元 农夫山权已经连两日大涨 涨近20% 更受瞩目的是 农夫山权董事长钟闪闪 因持股农夫山权及万态生物 两家上市公司控股权 升价暴增至637亿美元 约等于农夫山权的全部规模 中国基金报道 农夫山权号称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是从浙江千岛湖 湖北丹江口等水原地 取水卖瓶装水 不过今年上市后 农夫山权也创新业务 尤其布局无糖茶饮成为大卖点 其实农夫山权刚开始推出的 东方树叶无糖茶饮系列 一度被冠上最难喝的饮料 报道指出 意外的是 受到中国消费者健康意识抬头 无糖茶饮料零售额近5年来的 复合年增长率高达32.6% 持续快增长 2019年零售额为人民币41亿元 综合外媒报道 川普计划在此任总统 最后10周的任期内 制定和实施一连串 对中共的强硬政策 包括只要被控参与 在新疆及香港违反人权的行径 或有威胁美国国安的举动 更多中国企业 政府实体和官员将遭到制裁 其生意往来将被涉陷 除了强迫新疆维吾尔族 穆斯林等少数族群劳动的 再教育营 川普政府也将施压 中共其他不当行为 对此赵立坚17日 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老调虫谈称 中方对美政策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愿同美方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同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美国导弹防御局11月17日表示 当天从一艘军舰上击落 一颗洲际弹道导弹 首次取得试验成功 声明说 这颗目标洲际弹道导弹 于16日午夜12时50分左右 从位于夏威夷和菲律宾之间的 太平洋马赛尔群岛上的 一个试验场发射 最终被一颗 与美军舰艇上发射的导弹击落 声明中还说 这颗目标导弹是被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 SM-3 Block 2A拦截器摧毁 SM-3 Block 2A是由雷神弹道防御公司制造 与日本三菱重工共同开发的先进弹道导弹防御拦截器 导弹防御局的网站上显示 这是宙斯盾武器系统44飞行试验的一部分 宙斯盾武器系统44是一项发展试验 奉国会之命评估SM-3 Block 2A导弹 击退洲际弹道导弹威胁的能力 SM-3 Block 2A最初是为了应对中程弹道导弹 威胁装置设计和制造 美国弹道防御局主任海军中将乔恩·谢尔说 这对于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SM-3 Block 2A计划而言 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和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已经证明装备有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SM-3 Block 2A导弹的战线可以击败ICBM级目标 在有四名宇航员的龙飞船 于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11月16日晚抵达国际空间站 并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 执行任务的宇航员包括美国的NASA的迈克霍金斯 维克多高文 香农沃克以及日本宇航局的野口聪衣 四人在抵达空间站后与现有的空间站成员 NASA宇航员凯特鲁宾斯 俄罗斯宇航员谢尔盖雷吉科夫和谢尔盖库德斯维奇科夫 一同发布了合影 国际空间站为他们举办了欢迎仪式 之后四人与地面的NASA高级官员们 移到出席一个记者会 预计宇航员们将在国际空间站停留6个月 携带龙飞船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 猎鹰9号火箭15日晚大约7点半 在肯尼迪太空中心腾空而起 之后川普和拜登都发出推文祝贺发射成功 作为美国NASA商业宇航计划的一部分 龙飞船预计每年筹备一次四人一组的成员计划 已使NASA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 经过6年的发展 SpaceX终于在5月将两位NASA宇航员送到了空间站 中国爆发冷链疫情先在多地 冷冻食品包装上验出新型冠状病毒 必有一名天津冷冻食品公司的工人确诊 17日又有两名天津市冷冻食品搬运工确诊 为无症状感染者 据报 确诊的两人为先前天津当地第三例 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他们同为一间公司的员工 同时也是室友 两人在本月10日曾进行采验 不过结果均为阴性 相关单位并对两人继续采取隔离治疗 于17日采验中两人转为阳性反应 目前已经转院治疗 天津市指出 两名确诊者都曾接触过涉疫的冷冻食品 目前正在进行深入调查 本月3日开始 中国山东济南 湖北武汉 福建泉州 甘肃兰州等多地回报 在冷冻食品的包装上验出病毒阳性反应 引起民众的恐慌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微博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